61歲的羅家良最近因為劇集《家族榮耀之繼承者》 再次會約在香港觀眾的視線中 雖然羅家良在劇中斷籃色衰老的外貌 是劇組刻意安排 但仍然都有不少網民指出 羅家良有一種腦太隆重的感覺 其實羅家良在2020年曾傳出患癌的消息 當時就有傳媒拍到她秘密回香港 多次出入港島區某一間癌症的醫療中心 而且羅家良當時的身影都被以往銷售 當時有指羅家良多次暈倒 並且已經立了遺囑交代後事 但她就此堅決否認 而羅家良最近就為劇集宣傳 看上去她好像已經回復昔日的狀態 雖然羅家良在社交網站貼出的影片中 又不少都是使用了女鏡 但從登台和宣傳的相片可以看到 羅家良的皺紋比以前少了 染上黑髮之後 網上去就像回春一樣 精神狀態都不錯 不少網民見到羅家良的近照 都大讚去年輕過以前 亦都有人說 雖然現在的羅家良不及以前那麼英俊 但仍然有一道令人難以招架的獨特魅力 好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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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憐